中教授 中教授是1998年主持香港看院 由那時開始精英運動一直發展到現在很有成績 很多精英運動員都冒起 如果聽你這樣說 東京奧運我們可能有機會拿到獎牌 進一步提升我們精英運動的水平 你可否說一下體院和精英運動員的訓練關係 以及是怎樣的制度 其實我們大家知道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 因為始終想每個項目都很厲害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奧運比賽有這麼多項目 很多國家都會有重點栽培 當然重點栽培當中 看回國家的文化 文化可能是第一件事 足球很厲害的發展足球 很喜歡籃球的就是籃球為主 但到了奧運這個水平 如果目標拿獎牌的話 香港當年我們想不想奧運 因為奧運覺得沒有機會 自從李麗珊一聲 封之下 拿了金牌之後發覺 香港運動員真的不是垃圾 不是納鴨 所以我們香港運動員有機會在奧運拿獎牌 整個氣氛不同了 我1998年進去體院的時候 我最記得 當時評定我們重點項目 根據什麼準則評定呢 當然要考慮一下 當年我進去知道他有些準則 這個準則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很不客觀的 例如說體型是怎樣的 體型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亞洲或香港人的體型 懂不懂發展 但體型有時候不是絕對的 當年張德培網球 要他的體型早就淘汰了 怎會讓他打網球 原來他可以拿法國公開賽冠軍 他跑得很快 底線抽擊 夠銀力 當然這是少數的 但不代表他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定準則 發展精英 因為精英來說 你是集中資源去培養一些 我們覺得有機會的隊伍或運動員 去獲獎 始終唯一大眾接受的是指標 說你精英做得好不好 一定看國際比賽的成績 你不可能說 好不好就是原因 我是精英運動員 我訓練時數夠長就好了 最終要看你參加 比如亞洲禁標賽 世界禁標賽 亞運會 當年做了東亞運動會 這些比賽成績 香港是否可以獲得前三名 所以當時我們會制定一個政策 客觀是怎樣 一定看每個項目的運動員 在這個比賽中取得成績 如果獲得的話 我們會給他一個分數 當年整個評分制度 是我有份參與的 是我進去看院時有份參與 是做一個客觀的評分 而另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當年看院的資源中 只集中培養成年運動員 他沒有青少年 他沒有錢交青少年 青少年是被總會做的 總會說錢從何內 他跟政府取得 政府是給你的錢有限的 我發覺我們 栽培運動員當中成熟運動員在體院訓練 但沒有了青少年 沒有了一個梯隊建設是一個問題 體院訓練為甚麼 因為體院 除了個別場地可以支持 有田徑牆 有失落體育館 個別項目有些是不行的 有在外面訓練 例如豐帆一定不是在體院 在周邊訓練 赤柱那邊有個訓練基地 或者去歐洲訓練 我們也要轉移或逆地訓練 但也需要一個團隊去支持他 譬如整個編制裏面 一個經濟項目一定有總教練 有主教練 然後有助教 整個梯隊 加上我們找些運動員 運動員裏面 我們分不同的級數 這樣的做法 整個體制裏面就是體院 教練之外還有一個 是科研的支援 包括運動員本身的體能狀態 營養上是否適合 體重要減的話 吃甚麼營養 或餐單是怎樣的 住宿上要照顧他 另外運動員讀書 可否聯絡學校 讓他有機會讀書 補習 整個系統 傷了之後 有物理治療師 有內地的大夫 幫他按摩 做不同的處理 整個體制裏面 是鞏固了整個訓練當中 加強 令運動員在體制裏面 慢慢進步 所以精英系統 在體院就有這樣的系統 沒有這個系統就頭痛了 現在很多不是精英項目 發覺總會自己搞 搞當中當然 你可能沒有什麼經費 也是沒有定期的 給運動員的資助 所以我認為精英體制是需要的 但問題是 隨著運動員成熟 各方面的水平提高了的話 這個體制要慢慢修改 要改變 譬如說現在精英項目 去到20個 超過20個 我會覺得數目太多了 因為在系統裏面 我們說精英 如果去到20個 都是精英的話 相對來說 變成我們要檢視這個制度 將數目減低 或者重複資源發展 另外這些項目 這些精英運動員 挖掘的過程 都是體院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你說得對 我當年進去體院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問題是沒有青少年 沒有梯隊建設 那時候我用了有限的資源 那時候的好處 我作為一個負責精英培訓 當年我叫做總監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還是康體發展局 聘請我的 資源由我調配 我發覺當時有些項目很有錢 有些項目是沒有錢的 講一個例子 當年單車是沒有什麼錢的 我就要抽調一些比較有錢的項目 去資助單車發展 因為我看到單車有很大的潛質 單車由黃金寶的年代 由公路比賽慢慢發展到場地比賽 場地比賽也是當年我們構思 因為場地原來發覺 公路 黃金寶一個是鬥不了的 為什麼呢 你要互相擋風 互相遮蔽 你要發展公路的話 要一隊隊才行 另外場地有好處 場地原來有很多獎牌 你衛斯一個人 如果聰明的話 不同的項目可以拿兩三個獎牌 但是公路只有一個獎牌 一個金牌 變成我們慢慢把資源調配 發展公路場地 而且慢慢重點去了場地 公路的發展是少了 整個策劃的改變 由於資源 如果青少年沒有的話 我當年搞了明日之星真選計劃 明日之星 透過體院 全香港公開 你有興趣來到精運動員 你們青少年來 不要緊 我幫你做一個 身體質素質 體能測試 然後建議給你參加什麼項目 李衛斯當年都是這樣進來的 都是青少年明日之星 這樣發掘出來的 而李衛斯早期玩田徑 有力的 對腳 看到他 這樣進來 進來就是參加單車訓練 做到今天是李衛斯 如果沒有這樣的計劃的話 發掘不了青少年運動員的話 精英慢慢慢慢 成熟的那群退休就沒有了 接不到 說到退休 過去很多家長都說 運動玩一下 不要這麼認真 玩不到吃的 有了青少年運動之後 現在普遍 都在他參與的期間 繼續讀書 比較全面 最重要就是一旦他退役 第二職業 人生如何 這個方面說得很重要 現在這個安排又如何 現在轉步很多 現在包括了 當然政府一向都支持 我記得我980進去看醫院的時候 首先我最困難推什麼呢 推是運動員全職訓練 或者他全時間訓練 當年的運動員 除了李麗珊 黃錦堡 幾個好小說 羽毛求幾個運動員 他們叫做我們全職 全時間在體院訓練 他們基本上沒有讀書 沒有做事 全時間投入訓練 當然成績會升得很快 很多其他運動項目 是業餘的 上班 放學 又來訓練 他們有很多藉口 很累 我發覺這樣的系統 難道我們比賽的時候跟別人說 我業餘的 羽毛求 讓我寄分 人家理你也傻了 上得一場的話哪有一樣的 我們只有業餘 打過就輸就輸 所以我先推全職訓練 游說的教練 包括劍擊當年全部都是業餘的 何嘉莉的全部都是業餘的 游說他 然後讓教練說 如果你全職的話 我會增加資源給你 運動員每月收的津貼 這個制度轉了之後 就吸引運動員的全職 成績上得很快 發覺這個資源調配 另外讀書怎麼搞 當年我告訴你很困難 我接觸體藝 隔離只有體藝 可否讓我們運動員晚上上課 很困難 你知道我們日後的資源也不夠 當時跟政府拿錢也頭痛 沒有那麼多資源 當年很困難試過 而一日他有一個幫助他讀書 例如有些運動員去到林大輝中學 一直大眼性上課 配合他訓練 最近這十年來說 其實大學裡面也很好的 譬如我在2007年回到浸會大學 我離開泰院回到浸會大學 首先 爭取設立一個精英運動員的獎後金 現在你的運動員 進來浸大讀書 十年都沒有問題 校長說你慢慢讀 因為運動員進來讀書 首先要確保你的訓練量要夠 即是做運動員 訓練比賽為主 讀書為次 就不同 以前運動員進入大學就玩完了 因為讀書上課是不遷就你的 說明你不出席的話 你胖子就胖子 你即是叫運動員進入大學就玩完了 放棄運動 但現在不是 你可以隨時休學 我備戰奧運 我想停一個期 停兩個期 沒有問題 讓你停 這樣的彈性就好 現在可以幫助很多運動員 可以在大學裡面讀書 我們浸大做了這件事 其他大學都開始越來越多 支援運動員讀書 我們看到運動 我們說了這麼久 年輕人就喜歡運動員 沒錯 所以運動這方面的發展 對香港整個社會都有很好的能量 年輕人喜歡運動 運動又比較健康 在這方面經過了這麼多年下來 現在香港的運動 特別精英運動員 對香港的影響 特別是正面的影響 你會如何評估 我覺得你說這句話是對的 如果是他們父母 如果你說十幾二十年 很多父母普遍不支持他們子女 走這條路 他們覺得沒有出息 沒有前途 現在你問很多家長的願意 甚至乎現在有點過分 入名校 小學裡面 入小學 這是音樂 因為運動很厲害 名校多數是收藝術 音樂 體育很厲害的小孩子 很多家長反而很主動 栽培小孩子去玩運動 但要強迫沒好處 很多小朋友強迫不玩 但我會覺得整體上父母是接受了這件事 而且運動員真的有出路 譬如說如果能夠給他讀 因為我們叫做人盡其才 如果他本身的青少年有這樣的運動條件 有財、幹、潛質的話 你栽培他 他自己很享受做運動員 享受運動員不代表他讀不上書 可以配合讀書 但栽培到他出來的時候 可以進入社會 他不一定做教練 不一定做運動行業 如果他讀書他可能會讀雙科 讀其他科目 他進入雙也沒問題 還有 經過運動訓練的話 其實他本身的人 通常很有紀律性 熬得苦 去到社會做事的話 拿回精神做事通常會成功 所以現在鼓勵精英運動員 就叫做走入校園 就等於劇作家 註校什麼什麼寫作專家 那些是否也有這樣的制度 有啊 李慧斯在讀我們 讀我們不是體育的 在我們藝術學院讀專業寫作 教授對他的評語很好 我跟他教授在討論 他說Sara好什麼的 雖然他在訓練當中 不妨跟我們溝通 一邊做功課 一邊交功課 這些遙概式和彈性 是好的 這幫到運動員 正正我們整個制度 幫運動員發展 是走回上正軌 當年是很困難 當年我記得 我當年2007年 我叫吳清輝做校長 我跟吳校長說 我想支持運動員 拿亞運的 譬如黃金寶拿牌回來讀書 行不行 行不行 我們制度上要怎麼想 要求學術又要怎樣 我說這些成熟運動員 拿到這樣的牌 這麼好的成績 給各位讀書行不行 看看我們怎樣去想制度 這樣想制度 很困難 現在你看到方便很多 我們很感謝鍾教授 跟我們講了這麼多 香港體育五六十年代的足球 一直講到現在 其實都是相當成功 鍾教授 真的是體育運動的活字典 我想由這一輯的訪問 可能都不夠 可能將來還要請鍾教授 再講多一些 大家感興趣的 體育運動的項目 多謝大家 我們知道 不會帶你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